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东西都是拿现金流折线来去进行计算和对比的 所以现金流是我们在做项目评估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一个项目它的现金流从哪来数据哪记录的呢 我们说就来自于记录现金流的表格 现金流量表 那么现金流量表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介绍四种现金流量表 它分为从项目的角度 从投资人的角度 还有从财务状况这三个角度来去做分析 那从项目的角度 也就是我项目自己去记录 我项目可能产生的现金流 那么自己记录项目的现金流呢 我们又分成两个角度 一个呢是从整个项目的角度 从整个项目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现金流呢 可以把它叫做投资现金流量表 那么它记录的是整个项目的现金流量 所以呢 其实体现出来的是总投资 整个项目的现金流 我们是总投资 所以我们名字叫做投资现金流量表 我们也可以从什么角度呢 从权益投资的角度来去分析 权益投资的角度 也就是说 我只看我股东的这一部分的钱 它的整体的关系 那我们叫做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各位还记得资本金和总投资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在前面学过 总投资减等于资本金 加上债务资金 对不对 我们还记得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总投资现金流量表 是所有资金我用于了什么 而资本金现金流量表呢 我主要是体现的是资本金 单纯的自有资金部分 我是怎么样去安排和操作的 所以叫做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呢 资本金现金流量表是 总投资现金流量表的一个部分 体现一个部分的状况 那么从投资人的角度呢 我们叫做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 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 这里的各方是各个什么呀 是各个投资人 他是各个投资人 那再从财务角度呢 我们是做财务计划的现金流量表 所以各位想到了 我们从项目的角度 是投资现金流量表和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从投资人的角度 我们是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 从财务角度 我们是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 那么考试呢 比较多一点的 是从项目的角度和从投资人的角度 很容易搞错的是 投资各方 以及投资现金流量表 因为这两个名字非常像 你一定要注意 所谓的各方 指的是各个投资人 而我们的投资现金流量表呢 他是看的整个项目 而我们的资本金现金流量表呢 他看的是整个权益投资 对吧 不管怎么样 这个都是从项目的角度 那有些人可能就说了 那什么叫做项目的角度 什么叫投资人的角度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呢 我是一个项目 我是一个水利项目 这个水利项目呢 获得了 马化腾 和 比如说 是 还有谁 阿里巴巴 腾讯 和阿里巴巴 这两个公司 给我的一个投资 好 各位想一想 从项目的角度来说 我的现金流量表 是不是 我自己的流入流出 对不对 从项目的角度来说 大家想想 我的项目 有哪些流入啊 是不是 当我项目建成以后 我会有一些收入 对不对 所以项目建成以后 我会有收入 它是在建成后 建设期间 会不会有流入 基本不会 所以建成后 我会有收入 这是我的流入 而流出呢 各位想一想 我们的项目的流出 是不是 存在于 项目建设期间 和建成后 你想一想 一个项目在建设期间 它的主要流出是什么 是不是用于建设投资的流出 还有呢 流动资金 是不是这两个部分 而建成以后 我们的流出 我们的流出 主要是什么呢 在建成以后 我们的流出 是不是主要就是在于 咱们的 在于咱们的运营的部分 运营投资 和经营成本 还有要给国家 交的税 对不对 这回是运营投资 这个是建设投资 是不是 你想想 对于一个水利项目来说 它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流入和流出的关系啊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不管什么项目 都是这么一个关系 而作为投资人 你再琢磨一下 投资人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的流出是什么 我们只说 我们不说 它跟我项目无关的流入和流出 我们只说 它跟我项目有关的 所以我们首先看 它的流出 作为一个投资人 它的流出 是不是给我的实角资本呢 是不是它给我项目实际投钱了 对不对 它的流入呢 什么时候才会流入 有些人说 它赚了收入 是不是就会有流入 不是的 因为我这水利项目赚了收入 当然我并不代表 我给我投资人投钱了 如果 这不代表给投资人分红了 如果没有给投资人分红 投资人这些地方 会不会有流入 就不会 所以投资人的流入 是不是从项目获得的 各种分配性的收入 是分配得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 对于投资人来说 它的流出是实角资本 它的流入是源于项目的分配 而对于项目而言呢 它的流入是项目建成以后的各项收入 而它的流出呢 分为建设期和建成后 建设期呢 有建设方面的投资 和流动资金的开支 而建成以后呢 我有运营方面的投资 还有呢 经营的成本 以及税收的部分 各位想想 这个逻辑是不是特别的通啊 对吧 你就把这个关系一想明白 你立马就能够想明白 这个表格整体的组成 所以呢我们从单从这两个方面 大家其实就已经看到了 总投资现金流量表和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流入 什么样的流出 其实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出来 好 那我们了解了基本的方向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张表 是不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逻辑 来去分布它的构成的 那首先投资现金流量表 是不是从项目的角度 看的是总体的投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我们先看流出部分 因为先花钱再赚钱嘛 流出部分包括什么 是不是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在建设期的 对不对 然后在建设期结束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运营了 那运营期间呢 有经营成本 有各种税 对吧 这都是税 然后呢 维持运营的投资 所以这些部分 是不是属于我们运营期的 运营期的流出 所以一部分是建设期的 一部分是运营期的 运营期的就是 成本税金和运营投资 建设期的呢 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 建设投资加流动资金 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总投资的概念 就是我们总投资的概念 对吧 那流入的部分呢 流入的部分各类收入 哪些收入 运营的收入 补贴的收入 销项税额的收入 回收的流动资金 回收的固定资产的余值 我把车子废旧的设备卖掉 废旧的车辆卖掉 回收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也是属于我的流入啊 那最后流动资金 等到项目运营结束 流动资金我要收回的 是不是也是属于我的流入啊 所以各项的收入 或者是回收 都是属于我们投资表里面的流入 这样大家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记清楚了 好 这个是关于投资现金流量表的流出环节和流入环节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资本金现金流量表有什么不一样呢 资本金现金流量表从项目的角度 那个水利项目是不是还是那个水利项目 既然还是那个水利项目 就意味着流入 这一部分跟我的投资现金流量表的流入 是不是相同的 对吧 同投资现金流量表 我简写成投资表 好 那么流出的部分我们再想想 流出的部分 你看啊 运营期间的流出 是不是一样的 依然是 经营成本 然后呢 税 然后是维持运营的投资 对不对 你 收入的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运营期 所以我们认为 运营期的 投资现金流量表和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 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说还有一个什么期啊 还有一个建设期 建设期的部分一不一样呢 就不一样了 这里面它没有包括所有的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 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只有资本金嘛 我们叫资本金现金量表 所以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资本金再加上 偿债的部分 加上偿债的部分 那为什么偿债的部分 要从我们的资本金现金量量表里面算流出呢 那各位想想啊 如果我们是总投资 十个亿 一开始呢 是两个亿的资本金 八个亿的债务资金 后来变到五个亿的资本金 五个亿的债务资金 是不是债务资金被还了三个亿 你想想还的这三个亿从哪来的 是不是就是从股东的钱来的 是不是还是从企业的自由资金来的 对不对 既然从自由资金来的 那我当然是用资本金里面的钱来去还债 但是总投资有没有变化呀 总投资还是十个亿 所以总投资它没有变 只不过呢 我是资本金往债务资金里面去增加了 对不对 那有人说呢 你资本金也增加了呀 资本金增加了 是于你有其他的赚到的钱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这里面啊 如果问你 投资现金融样表的流出 那么运营期我们就不说了 建设期呢 主要要注意的 就是它有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 如果要问你的是 我们的资本金现金融样表的流出 那一定要注意的是资本金和 偿债的资金 包括还本和付息的资金 这样是不是就这个表就很清楚 还有呢 如果我们用投资各方现金融样表 这是不是站在投资人角度 投资人角度流出是 给我们投钱 叫使缴资本 对不对 那流入呢 是不是就是分配呀 所以你看流入的部分包括什么 十分利润 处置资产的分配 还有呢 技术转让和租赁费的收入 这两个部分也是 他们会分配给我们的股东 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经营的部分 它会分配给股东 那么底下的部分呢 流出的部分你再看 流出的部分包括了我们的 使缴资本 租赁的支出和相关的一些进项税 所以你看核心就是使缴资本 使缴资本 只不过有一个特例你单独记一下 就是租租赁的问题 它的收入算作是我们投资各方表的收入 它的支出算作是我们投资各方表的支出 看明白了这个逻辑 这就是我们的投资各方表 好 那最后呢 还有就是从财务角度 叫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 那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呢 因为它是在做财务计划 所以你看它主要的内容 其实跟我们前面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它是从一个财务的角度 所以它更多的是记录了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税 就是真实的跟我们会计报表 跟我们会计的其他报表 比较对应的一些项目来去做计划 这是我们的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 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主要是看的是 我接下来我可能会有多少的流入 可能会有多少的流出 做好这样的计划 那你想想 如果财务计划做的不好 最容易影响什么 是不是接下来 如果要发工资可能没钱啊 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说要怎么办呢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说是不是这时候就可能会企业没法生存 所以呢 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影响企业的生存能力 它会影响企业的生存能力 想明白这个问题 好 所以这些后面呢 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说了啊 就是重点考察的不是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 主要是前面这三个表 掌握哪些内容呢 掌握这一表的角度 基础 内容 计算指标 以及它们流入和流出有哪些东西 那角度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投资和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这两张表呢 都是从项目方的角度 只不过呢 投资现金流量表是独立的完整的项目 而资本金现金流量表呢 是项目里面的权益投资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它是权益投资的整体资金 是所有的资本金 所以从基础也就是我们记录的资金的角度来说呢 那我们投资表记录的是总投资 资本金表呢 记录的是资本金 那从反映的内容来说呢 我们的投资表反映的是整个项目计算期的 包括建设期 包括运营期 它的现金流入流出 而资本金表重点体现的是权益投资 也就是资本金部分 它的获利能力 然后我们的计算的指标呢 资本金表算的是内部收益率 谁的内部收益率 只关注资本金本身的内部收益率 而投资现金流入表呢 关注的是内部收益率 财务净限值和回收期 都可以从表里面能够测算出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从投资各方表的角度来说 投资各方表的角度 我们说 它是不是各个投资者呀 这个我们前面都说过了 然后他看到的是投资者的出资为基础 使使脚资本为基础 然后内容呢 是投资各个投资人 他们的内部收益率 还有呢 它的计算指标 是各方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各个投资方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好 那么投资现金流入表 资本金现金流入表 和投资各方现金流入表 他们的流入和流出 你还记得吗 我们说 这两个表的流入 是不是都是项目运营过程当中 它所产生的各类收入 包括运营的收入 包括补贴的收入 包括回收的流动资金 还有呢 包括我们处置固定资产 然后在我们流出的部分呢 我们说把它又分为了运营期和建设期 对不对 那在运营期呢 也都基本上一样 就是成本税再加上运营的投资 而在建设期呢 我们的投资现金流入表 关注的是总投资 建设投资流动资金 而我们的资本金现金流入表呢 关注的是我们的偿债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是偿债 我们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投资各方现金流入表呢 我们流入的部分是分配 哪些的分配 利润的分配 还有呢 处置资产的分配 租赁的分配 以及技术转让收入的分配 而流出的部分呢 主要包括的是 重点是在于实角资本 对不对 我们说了 租它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 都算到投资各方表 然后财务计划现金流入表呢 其实就记住一点 它影响的是什么能力 财务生存能力 它看出来的是财务生存能力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这四张表格 大家也懂了他们的关系 也懂了他们的出发点 也就总结下来 就知道了他们的基础内容 以及流入和流出 好 这里面呢 我要提示各位一个问题啊 销向税额和进向税额 如果考到你 问你销向税和进向税 谁流入 谁流出 那我要提示各位啊 销向税往往会被大家认为是流出的 因为觉得是销嘛 卖出去 那我只给大家提一句 大家就懂了 我们说 不管是销向税 还是销向税 我们这个地方说的是钱还是物 是不是说的都是钱呢 那既然是钱 我们说销向是卖东西 卖东西是不是 钱流入 而销向是买东西 买东西呢 钱流出 我们的交的税是钱 所以它是跟着钱一块走的 因此销向税是流入的税 销向税呢 是流出的税 这样是不是就一下就记住了 对吧 记住了啊 货是销往外销 但是钱呢 是往里走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个考点呢 我们就分为两个部分 四大现金融案表 它的基础 它的角度 还有呢 流入和流出的项目 分别有哪些 是不是给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他说某一个技术方案 有三个投资者共同出资 如果要比较各个投资者 三个投资者 是不是各个投资者 比较各个投资者的 内部收益率是否均衡 用哪个表啊 是不是各个投资者 显然我们用的是 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四节的第二个考点 关于现金流量表的构成要素 这个考点呢 就非常的简单了 它其实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到底有哪些是构成要素 第二个问题 重点关注成本这个构成要素 那有可能会问你说 哎 现金流量表到底有哪几部分构成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回到我们的现金流量表来看一下 我们的现金流量表的构成 是不是就是包括了 你看 这部分是不是有收入 对吧 这边的底下是不是有投资 对不对 这我们不 我们看这资本金 看这个投资现金流量表 是不是有收入 然后呢 有这个成本 是不是还有投资 包括建设投资和维持运营的投资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税 就这几个部分 对不对 就这几个部分 好 所以大家看 是不是就是投资成本 收入和税 是不是就这几块 所以我们经常也说 哎 为什么是这几块呢 因为投资是在找钱 找来钱成本呢 是在花钱 花完钱收入呢 是在收钱 或者叫赚钱 而税金呢 是不是在交钱呢 所以我们做一个企业 做一个项目 是不是就是这四个过程 先找钱 再花钱 再去收钱 赚钱 最后呢 是交钱 好 那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重点放在成本的部分 成本分为两块的记忆 第一块是总成本 第二块呢 是经营成本 但是我提示各位 你按照我的方式来记 记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等于什么 经营成本等于 总成本 减折旧 减摊销 减利息 或者等于 外购原材料 燃料动力费 工资福利费 修理费 和其他费 我们可以把外购原材料 燃料动力费 把它理解为 是财 而工资福利费 理解为是人 修理费 理解为是机 各位看 我们的经营成本 简化的来记 是不是就是等于 人 财 机 加其他 所以把这个给记下来 经营成本等于 人财 机 加其他费 人财 机 加其他费 OK 这样是不是很好记了 因为人财 机 这三个字 是大家熟的 不能再熟的东西 好 那么经营成本又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总成本减 折旧贪销和利息 就是总成本减折贪利 减掉折贪利 所以折旧贪销利息 没有放到我们的经营成本 也就换过来 总成本就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经营成本 加折旧 加贪销 加利息 所以你看 前面的这一部分 作为经营成本 那是不是加上的就是折旧 贪销和利息 所以呢 我们就记这两个公式 那整个的总成本也记住了 所以经营成本 要么等于人财机 加其他 要么等于总成本减 折贪利 记清楚了吗 要么等于人财机 加其他费 要么等于总成本减折贪利 是不是就特别容易计算了 就这么回事 然后耕地占用税呢 因为是刚刚立法的东西 我们稍微提一下 就是对占用耕地 而去征收的相应的税 我们是占用土地资源 强化土地管理 保护耕地 所以对占用耕地 我们征收的额外的税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重点呢 是在于经营成本 总成本的概念和计算 耕地占用税呢 稍微做一点点了解 那我们看题目 下列关于成本费用项目当中 属于经营成本的 是不是人财机和其他呀 好 那人工资福利 财外购源材料燃料动力 基修理费 有没有折摊力 没有包含折摊力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B和E 再看2016年的 是一道计算题 它说 总成本费用是8000万元 其中外购源材料燃料动力费 4500万元 折旧费800万元 贪消费200万元 修理费500万元 利息支出是210万元 问经营成本等于多少 那我们经营成本两个公式 要么用家 人财机加其他费 要么用减 总成本减折摊力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 能不能用 用家需要外购源材料 这是财 需要修理费 这是基 还需要什么 是不是还需要人工和其他费 工资福利有没有 没有 缺人 还有没有其他 对不对 这两个都没有 所以家咱用不了 用不了家 那减呢 等于总成本减折摊力 那如果这四个都有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们看看 总成本减折摊力 总成本是不是8000万元 那折旧呢 是800万 摊销呢 200万 利息呢 210万 所以用8000万 减去200万 减去800万 减去210万 是不是减完就能够得到我们的经营成本 所以经营成本等于6790万 很容易计 好 我们稍微把第四节做一个总结 我们说第四节呢 讲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现金流量表的构成 第二个问题呢 是现金流量表的要素 要素里面的重点 在于经营成本和总成本费用 而现金流量表的内容呢 我们说它包括了四个表 投资现金流量表 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 和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 那么这几个表呢 要分别了解它们的基础 然后它们的这个角度 还有呢 它们的流入和流出关系 这是我们的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好 清楚了这个以后 我们第四节呢 就学到这个地方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